天都还没亮 巷口吵吵闹闹 突然碰的一声玻璃碎裂 这群恶煞竟然拿棍棒往宾室车砸 夸张的是案发地点就在警察局前面 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先冷静一点 根本没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警察站在旁边 他还趴在远景身上 从背后偷袭 白衣男立刻被喷辣椒水过肩摔 冲突就发现在派出所门口 远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还把人压制在地 结果带回派出所却只有抄灯 他的资料 这个程序也让附近居民觉得似乎有点问题 西美市巴黎分住所前 十几个人跑来跑去 还有人拿棍棒闹事 原来当晚两派人马相约谈判 40岁高兴车主想帮朋友调解之前的烤肉纠纷 惨遭对方砸车 只是远景在旁边劝驾 却没有将闹事分子上靠法办 按理来说白衣男已经在警察面前动手 远景也使用了强制力 应该要将人依现刑犯逮捕 带回作笔录 请示检察官移送地检署 等检方裁定交保或赤回 但这回原警抄了一个人的资料 就让他们离开 对于真实影像厘清案情 隔了三天才将嫌犯一一通知到案 十多个人爆发冲突 警方陆续找到动手的五个人 只是如今他们到案已经不是现习犯了 依照规定只能寒送 不必跑法院 这嚣张行径 难保不会再有下一次 TV温神如海里 杰西米桑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